在八、九十年代 僵尸是影视圈非常火的题材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这部剧还拥有宏大的叙事 融入了历史、神话等元素 后无来者 他带火了一大批亚式演员 但在日新月异的娱乐圈 多数演员后来都被时代抛弃了 日前 三位来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的演员 竟然再次合作 我们不仅能见到邝天佑和山本义夫 这对死敌再次对峙 还能看到山本义夫和毕家再次联手 看到尹天照和陈启泰用充满杀气的眼神 直勾勾对视 再加上紧张刺激的BGM 仿佛一场僵尸大战即将爆发 其实三人再次合作 不是为了拍僵尸续集 甚至根本不是拍戏 只是拍一条搞笑短视频 视频最后迎来反转 原来他们这样持久对视 是因为导演还没想好台词 僵尸演员25年后再次合作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尹天照和陈启泰都发福了不少 但最瞩目的竟然是久违露脸的毕家梁碧之 他已经很多年没露面了 网友们看到后 纷纷感慨他竟然没怎么变 有人调侃我严重怀疑毕家是真僵尸 这么多年了一点都不老 当然拍僵尸时梁碧之才24岁 如今都49岁了 没变化是不可能的 看起来没变化是因为他还保留着标志性蓝头发 还有妆容和磨皮滤镜的功劳 不久前蛇诗曼参加朋友婚礼 并晒出了大合照 梁碧之竟然也有现身 仔细看他的年龄感还是挺明显的 这合照里大家都磨皮了 所以岁月还是挺公平的 并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 这次我们能看到僵尸的演员在合作 还得多亏某位身在广州的网红 其实在这之前 他已经合作过多位港星 几个月前 他就同时找了陈启泰和山本未来张文慈来录搞笑视频 有几句台词还Q了邝复生和山本未来 该网红还曾合作过林圣斌 金刚 阮兆祥 李思杰 麦长青 乔宝宝 布韦杰 许静运等港星 但是尹天照就合作过好几次 实力不容小觑 这次僵尸的演员能再合作 这位网红真的发挥了主要作用 毕竟他们已经没什么交集 尹天照这几年 虽然放下身份开始拍网当 但戏约并不多 而且依然主打僵尸情怀 为了多赚点钱 尹天照频繁现身内地的酒吧登台 已成为不折不扣的酒吧唱将 这几个月来 尹天照也开始玩短视频 努力分享自己的日常 但收效甚微 粉丝数只有一万多 足见他的人气确实不行了 陈启泰的情况差不多 他沉寂几年后 也开始拍网大河拍短视频了 他的粉丝数好歹还有23万 看来主持百万富翁和出演尹志平 山本义夫让他闻名侠儿 梁碧芝已经退出影视圈22年 除了偶尔跟圈内好友相聚 很少公开露面 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归隐 之前曾在儿童话剧团工作 近些年来还偶尔担任编剧导演工作 不过作品都石沉大海了 不过梁碧芝并不落魄 他退圈后 嫁给了朱永棠的弟弟朱永恒 对方亦是金牌经纪人朱永龙的弟弟 婚后梁碧芝过着贵妇般的生活 没少搭私人飞机到处旅游 如今梁碧芝也开始参与短视频的拍摄了 说不定将来我们能经常看到他露脸 如此看来 短视频时代不仅推动了很多老港星付出 我们甚至还能有幸看到那些经典搭档在合作 挺神奇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